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宣传一下本周的会员影片 大多人看到马亚文明里那些献祭人类的行为 总有指责那是粗鲁暴力的行为 但事实上献祭人类这回事在许多国家与宗教里都有出现过 就连台湾这块历史年纪不长的小岛 都有献祭人类的文献记载 这周我们将会一一介绍台湾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献祭行为 有兴趣了解这几世间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们的下水道会员频道 又有多少连运景点的分享部分 不知道荧幕前的学生们是否仍在享受深夜的寒假时光 还是开始亡羊不牢拼命地赶着寒假作业呢 那还是快点去写作业面的老大屠伤兵 但如果是前者 然后又刚好 咳咳 聚念人山人海的旅游胜地也厌倦了一成不变的观光区吗 不如参考下今天的灵界景点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希哥 这是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旅游的鬼灵界点 花莲三大鬼灵界点 七星潭绝对会是被利路选上的观光景点 这里是花莲县唯一的县级风景区 有名的湖形海湾配上后头苍蝇的青山 形成一道绝美的风景 但是与一次同时 七星潭却也是全台十大危险海域之一 由于地质上属于陡降型沙滩 因此时常会出现风狗浪的现象 看似风平浪静的前滩 从而游客迫不及待下水嬉戏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曾经有许多抱持同样的想法的人们 最终都成了此地的亡死冤魂 有许多人都在网上分享过 他们在七星潭所遭遇的灵异事件 且大多都会提到 丢石头是个非常不尊敬的行为 曾经往我在第一课上分享过 当时他考到花莲 和其他同学一起玩抽钥匙的新生灵异活动 现场一共四男四女 他们兴奋地讨论着要去七星潭走走 到了七星潭 所有人都下去玩水 只有网友坐在岸上欣赏风景 当天色渐渐昏暗 浪潮逐渐渐游起来 他便起身走向其他人 并对着他们大喊 哎呀要涨潮咯 该上岸咯 结果才喊完没多久 一个大浪就这么打过来 其中一人瞬间 肿心不稳被卷走 几乎快要摸入海中 西洋网友眼疾手快 瞬间拉住对方的手 并把他给偷了回来 靠北就跟你们说要涨潮了 不要玩了 看到这惊险的一幕 所有人才信心而然地上岸吹风 时间到了晚上 其他三对情侣 各自走到个地方谈情说岸 唯独网友这组 由于抽到的 正好是认识已久的同学 两人竟然没起什么火花 就有一句没一句的 打屁闲聊 但不知为何 人就出来了野狗的废叫声 如果只是一两只的声音 倒也还好 但当下的催狗罗的声音 刺激鼻落 仿佛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随后其中一对情侣 急冲冲地跑过来 要求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一阵兵荒马来后 他们到了附近的麦娇休息 那对情侣才开始诉说 刚刚发生的事情 原来他们刚刚在海岸边 玩跌石头 因为七星坛有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只要成功将石头 跌超过七层 两人的感情 就可以谈得长长久久 那么跌到第七层后 男孩见时机劝收 立刻向女孩告白 女孩害羞地点头答应后 男孩立刻开心地 将石头丢往海边的方向 结果几乎是一瞬间 一颗石头从极黑的笔端 丢了回来 他们当下以为自己丢到了别人 立刻大声说抱歉 但此时附近的野狗 立刻开始对他们吠脚 好似逐渐将他们包围 而海岸的方向又有两三颗石头 对着他们的方向砸了过来 吓得他们立刻裸晃额头 进完之后 网友认为或许只是砸到野狗 因此才引来废教 而丢回来的石头 则是海浪拍回来的 让大家不要多想后 就解散各自回家了 后来听说那对情侣 最后没走到一起 女生还生了一场大病 自然也不了了之 这件事情就慢慢遗忘在 网友的记忆里 迟到几年之后 他带着后来交道的女友 来轻轻谈走走 便在想起了真的经历 并随口询问女友 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叠石头 时间女友当然地转头看他 并说 你不知道现在海滩上 有一堆有的没的吗 一些在石头里面 一些整的岸上 还有一些飘在海里 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说完之后便邪离去 留下了一个甩前背影 以及瞬间感到浑身 鸡皮疙瘩的网友 若要论起欢然的美景 奇迹高地绝对是一个 少人知的决明胜地 在被废弃以前 原本属于国军管制区 目前则有林务局管理 由于海拔高度77公尺 因此才被人称之为奇迹高地 虽然地势不高 但是上头景色优美 可以环境360度 看到周边的山芸海 但正是因为起来此处的沿途 会经过碉堡与废弃的军营 深夜若独自一人前来 便会体会到 竟然不同的蘑菇索然感 有位名叫舒娜娜的混血模特 就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情深经历 当时为了前往华联拍摄照片 他找来荷兰吉的外国好友 担任摄影师 而他们的其中一站 便是现在所提到的奇迹高地 当他们跟随了当地导游 来到高地上的废弃军营时 顿时被眼前那些荒废的建筑物吓了一跳 我以为自己来到了墓地 虽然都要笑得说不是 但仍然分享自己以前 在这里撞鬼的经验 他说当时带着另一团旅客 来这里探险 出于恶作剧的想法 他躲到其中一个废弃建筑物里 本想假装消失来恶诊别人 结果当天回家后 无缘无故生理场大病 好几天高烧不退 因此劝告他们 尽可能不要太过接近那种军营 但或者是走到风景太过美丽 说了明显不将他的话当作一回事 不然摄影师也没有理会 自顾自的到处拍照取景 结果他们在花脸掉第三天时 摄影师突然发起高烧 甚至在意识恍惚之际 还不停翻着白眼 逼得拍摄前程只能停下 立刻将他带往医院急诊 经过医生诊到后 认为这只是单纯的中暑 打个典礼之后就结束了 不过苏娜娜留了个心眼 一行人回到台北后 还是拖着摄影师到别人推荐了庙里拜拜 结果才刚踏进庙里 庙里的师姐 并对他们说 哎呦 啊你后面怎么跟了一整队军队啊 结果了解后才知道 那群看不见的军队 是从殖民时期就来台湾的 无意间把摄影师 认成自己身前的长官 才迎来或许的麻烦 位于花莲县吉岸巷的风陵步道 同样是个风景优美 适合亲此踏心 情侣旅游的好去处 步道距离市区不远 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花景 可供观赏 还能眺望花东重谷与市区夜景 以上几点都是他深受欢迎的理由之一 与风陵步道优美风景互相映衬的 却是诸多关于此地的离异故事 曾有位相当铁齿的女网友 和男友在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双双来到风陵步道散步约会 结果在经过公共区区时 赶到背后一阵发凉 甚至到步道上坡的路口时 有意无意感觉到 有人在摸他的背 那诡异的感觉 就好像是骑机车的时候 后座人抓住背部一样 当网友此时就坐在后座 后头自然不可能有其他人 直到骑上关几台 背向了抚摸杆才消失 网友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但也不想想到男友 直到下山之后 才分享刚刚的情况 但即使抚摸杆消失 那股冰凉的寒意却没有消散 就算要醉热的热水洗澡 还是能感觉到一股凉意 屈之不散 这才让他放下铁齿 上网询问众人该怎么处理 另外又有人分享过 当时他和几个艾文的同事 商业去风铃步道夜游 两个男生骑一台 网友此和另一名女生骑一台 他们就在约莫连城四点的时间 骑上步道 有一时深夜 四周的气温降低了几度 除了两台机车的引擎声 再也没有听到其他声音 很快的 他们来到山区的路口 准备要骑上山路了 但这时网友载着的那个女生 用黄格的语气 对他小声说 诶 我们不要再往上骑了好不好 我们才刚要上山诶 你抱着我不用怕了 这时的网友完全忘记 那个女生本身就有敏感体质 会这样要求 毕竟是遇到了什么无形的干扰 依然神经大条的载着他上山 当他们骑到一条下路上 右边的路 听说会骑到一大片木地 左边则会骑到风铃步道 他们就停在那里讨论 是否要追求刺激 骑向右边 还是依照原定计划 前往左边 结果那女生突然大力摇晃网友 用强势的语气大喊 现在立刻下山 快点 网友这时才意识到状况不对 外喊另外两个男生后 一行人便果断掉头下山 那么停在那山下来便宜商店 那女生就蹲在地板上 舒缓头晕想吐的症状 直到情况好点 再跟其他人解释 必须下山的理由 就在他们骑到路口时 他听到有个微弱的声音 在耳边询问 你们来干什么 这段时期下的众人冒起鸡皮疙瘩 并接着询问 为何后续的反应更大 那女生则解释 为了不扫众人的信 他便只好硬着头皮一同上山 但沿路的碎雨声越来越多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几乎都在讨论他们来这里干嘛 而刚才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当他们停车在沙路上讨论时 他明显听到一个男生 用十分愤怒 且激烈的声音大吼 给我滚回去 虽然大家还喜欢今天 及格的导游的景点安排 不知道各位旅客是否玩得亏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关于今日旅游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人也可以投资 感谢 那对我来说会是很大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不要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转当 才会做过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